其實你不說我都忘了我幾歲 二十幾歲本身的碰撞期 然後我覺得也都很迷惘 最挑戰的是那個身體狀況 我剛做了一個身體檢查 大概有三分次他寫的是異常 聽到二十五歲就是快接近三十的時候 那個恐慌感覺有這樣的突然湧現 三十七歲了我愛上了一個女人 然後從他身上我發現我也愛自己 我叫黃柯毅 我現在快要六十歲了 然後我的工作是拍戲的人 來工作坊其實是個機緣 就是輕盈共創這四個字也吸引我 因為我比較沒有機會跟 像三十五歲以下的朋友 真的講一點點內心的感受 我今年二十五歲 我現在是在兼職然後做喜劇的事情 我平時跟人家溝通的時候 其實是會有點murmur 我其實是沒有自信 不太確定講這個東西是不是好的 覺得如果來遇到一些 年紀比較稍長的人 那他們的觀點觀念 也許也可以影響到我們 每個人都會走到人生的最後一段 身為腫瘤科病房的護理師 我們能做的是讓他在這一段路上 可以不那麼害怕 其實下班之後 你一個人回到房間裡 會覺得好像有一點空空的 因為你把你大部分的你都給出去了 我先生倒下去的時候 前面十年我說我在隧道裡面 當一個照顧者幾乎沒有自己的生活 我是很喜歡藝術的 這些東西其實對我們都是很重要的東西 可是我幾乎丟了十幾年 在這三天的工作房裡面 我們不是誰的照顧者 我們是我們自己的照顧者 我們照顧我們自己 所以我們把我們自己 修好 呵護好 以前其實聽到跳舞就會覺得 嗯 我沒學過 應該做不好 然後我們透過為難 我們就會知道說 我的身體原來還有這個角度 老師從第一堂課就跟我們說 就是你要學會為難你自己的身體 希望鼓勵你去嘗試 去認識你自己 其實你有無限的可能 讓身體去活動 去伸展 然後去感受去 甚至是釋放自己的情緒 其實可以把那部分 空出來的自己再次填滿 其實黃昏是很美的 我覺得我喜歡 年長的照顧者 然後能夠碰到這種年輕人 能夠跟我們碰擊出火花 那它是上天給的禮物 我學到了看到每個人的優點 每一堂課裡面大家都很坦誠的 把自己的故事講出來 然後也很不避諱的 直接表達自己的感傷啊 快樂啊 然後發覺 原來那個每一個生命 都是這麼貴重 真的不會覺得他們是 所謂的年長者 他們就跟我們一樣 就是熱愛生命的人 我覺得我很享受在這個時光 通常我都是獨立創作 但今天真的有一種 共創的感覺 讓我可以更信任夥伴 像是解開一個枷鎖 對我來說 幽默是一種很大的溫柔 讓我覺得 我可以騰出一隻手 我就跟這個世界做接觸數目